刚看完苹果今年的16的新机发布会啊兄弟们总结一下真的是可以说今年级的牙膏真的是非常的少 从今年的这个苹果16对标苹果15的话改变真的是太少了啊 像苹果16你这么久的发布会呢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讲拍照 兄弟们你们千万要注意就是每年这个手机的这个变化 它的处理器性能的提升包还有这个什么啊拍摄方面的效果的提升 那只是常规升级没有手机说哪一年没有提升这两项的所有手机都会有提升 所以说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的诚意和改变对吧 没有什么新的黑客技啊 那再就是一个手机上面的一个多了一个按钮来拍让让你们来拍照啊 能快速拍照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可能说对你有点提升的改变 但是呃对于大部分人呢应该是用不到的 像苹果的这个拍摄方面的效果呢 不管是拍照还是拍视频可能说更加趋向于这个专业化 但是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对于拍照这个东西呢 你可能说啊你当然有更好的你更好 但是你没有像专业人士需要那么好的一个配置 其实很多人用这个这个照相机的功能 可能说生活中大部分情况都是用的少二维码 对吧你还不如把一些其他方面呢做的更好一点 在起码这种东西呢可能说对你的改变确实不大 当然当然他的剩下的一个价格还是呃跟去年一样肯定是一样的加量不加价 但是这可能说还是不具有一些呃吸引你从一个15系的机器的去换一个16机器的一个人的呃去购买的一个欲望对吧 你没有一些什么新科技啊最起码去年去年15全系列上的这个c口的一个充电 还是让你这个充电速度有明显的一个提高的 再就是这个pro和pro max 它从呃尺寸都加大来这加大了大概是0.2寸的样子 而且还中途还跟什么腾讯的游戏还挂钩了 我在想你这个屏幕加大的主要原因是不是为了让你的手机更好的去打游戏啊 可能说呃有这方面的倾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这个腾讯跟那个苹果公司这个之前的那个微信的争端的谈好了 现在呃在苹果的发布会呢把那个腾讯的广告都打上去了 是吧你打讲那个游戏游戏都什么都好 他把腾讯两个字都带上去的对吧 可能说这个呃确实呃公关啊呃大家的商谈怎么分账已经达成目的了对吧 前几天我们刚在碰华为做折叠屏三折叠啊 5万块钱是不是贵了但是 转头来了就是这个苹果的这个16的新机啊 这个真的是改变太少了对吧这个 嗯说句实话让我觉得 寄起不了我的太大的购买欲望 虽然我是一个主要做苹果二手机的一个商家 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么看啊